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这样不行 换我们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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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服完了啊 好 真是慢哪 看来啊 还得加强训练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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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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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们可以解散 赶紧的 收拾收拾 回家 安家伟 田大队 你们中队怎么回事 一个小伙 你们中队要灭这么长时间 你最近到底 再给我搞些什么名堂 不是 因为火场面积比较大 气候的点也比较多 我得一个一个扑 你说是吧 是 不是供水出了问题吗 是 供水是出了问题 这不解决了吗 对 出了点问题 你们就编吧 如果今天有人受伤 我倒想看一下在报告里面 你们给我编个什么出来 腰酸背痛啊 安家伟 到 比武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今天又在这儿玩你自己的小算盘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用这场火 来训练你的新兵吗 你敢拿我的任务开玩笑 就可以帮你调到机关后勤去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解散 是 我说什么来着 有麻烦了吧 感觉怎么样 有点懵 懵 懵 懵就对了 报告 安队 安想问一下 那啥 为啥俺出香的水滑滑出火不灭 咱什么这样一进去火就灭了呢 安队 火场里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诀窍 没有诀窍 打火打多了 你们自然就会打火了 丁子龙 你说呢 你今儿你自己指挥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臭小子们 学着点吧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也想指挥 而且他一定觉得 他能指挥得比我还好 好吧 走着瞧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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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俺想把消防车洗一下 去吧 二宝 别管了 明日再说吧 刘志导 怎么着 还是老规矩吗 老规矩 老规矩 你们去吧 谢刘志导 您一块去吧 我一会儿呢 还有一份报告要写 你们自己去吧 可是你自己说不去的 后悔了可别说兄弟我不叫你 去吧 谢谢刘志导 那个 把脸都洗了 一会儿别出门吓到人 大家都收拾一下 赶紧的 好 好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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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来 你是YHS 嗯 对 李牌 误ㄹ 楼 蓬 熊 重 怎么样 还难不难受 难受 可是安叔叔来了 我就好多了 小伟最棒了 这点小毛病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对不对 是的 小伟你要乖 好好地休息 这样的话 你就能早点出院了 你说呢 那安叔叔今天晚上会陪我吗 好 今天晚上安叔叔陪你 好 你看这是什么 玩具 喜欢吗 喜欢 谢谢安叔叔 云梯车 云梯车 对 再给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车 行了 以后你们要学的东西啊 还多着呢 我问你们几个 第一次进火场打火的感觉怎么样啊 报告 队长 其实这矮说心里话 第一次打火 心里还是有点怕 什么 不是 矮说有点怕那个啥 那个 怕呀 行啊 怕你就别干了 我告诉你 消防兵就是吃这碗饭的 怕你就回家 不是 队长 你误会了 俺不是怕火 俺是说 怕做不好 李队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一个字 来 队长 有这么烂吗 你以为的 确实够烂的 也太丧气了 都别说了 我觉得今天你们做得不错 作为一个消防兵 第一次打火 能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不错 行了行了 你们沈班长护着你们 我可不怪你们的毛病 李队长 行行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打火 这经验上的事啊 都急不得 慢慢来吧 你们争点气 回去训练认真点 训练好的话 我就把我的打火秘籍 交给你们 不是 队长 啥秘籍 啥秘籍 打火的秘籍 俺就说有秘籍吧 队长 俺一定好好练 你们今天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的时候 围着一个火点 怎么忽然一下子就散开了 那啥 是总哥说的 他说说啥 俺们围在一块打 不对 然后要散开 围拱 对围拱 不错 这个主意不错 因为要像你们那样打火 可能围着一个火点打了 可是另外一个火点呢 江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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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咋来了 行了 别闹了 走 走吧 快点 俩宝 慢慢聊 你小子 姑姑 你 姑姑 乖乖你个头 江二宝 这次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 你休想在下上次你要哄我 不是 小妹 小妹 你听俺说 你在家待得好好的 你过来干啥 你爹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爹我才跑出来的 你看看 再不跑 再不跑我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 不是 急啥 王二狗 小小妹 不是 咋办 俺不管 不是 你不管我咋办 反正我手机已经关了 关 一会我就写信回去 写 我说 说 就说俺怀孕了 你是孩子他爹 放开我 二 小妹她下午就到了 队里她也进不去 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 这一次 她好像跟上次不一样 是跟家里闹翻了出来的 这事还真挺麻烦的 是啊 你说这队里的规矩你也知道 二宝是不可能让小妹留下的 她要是真就要回去了 她俩会不会后悔一辈子 是啊 我看小妹对二宝一心一意 虽然性格颇辣一些 但是跟二宝放在一块吧 那就是一个锅配一个盖 挺好 是啊 那你给出个主意呗 你是想听我的意见呢 还是想让我表个态啊 那你猜 我还不知道你啊 战友都是你的亲兄弟 所以二宝也是我弟弟 小妹是个麻利孩子 聪明能干 我看就放我这儿吧 这样一来呢 二宝没有后顾之忧了 小妹也不用成天望眼欲穿了 以后啊 我就把这儿改名叫消防家属米粉店 反正啊 你们也不知道等人的滋味 对 喂 你傻了你啊 你大姑娘家 那话谁你说的吗 那你说咋办呢 要是没个主意 这景点就送你去你喝喜酒了 还不同意 这个不算 必须不算数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没家回了 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二宝 班长 稍息 小妹啊 你的情况呢 刚才雪梅跟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店啊 客人比较多 你雪梅姐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呢 请你来帮帮忙 一个月工资一千二 包吃包住 你可比钱少啊 不用不用 都已经管吃住了 我可不要傻工资 只要不给雪梅姐添麻烦才好 不会不会 班长 要不 你自己想办法吧 别给你们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呢 是我们给小妹添麻烦 不是小妹给我们添麻烦 知道吗 小妹啊 刚才雪梅姐呢 把你的床铺都收拾好了 一会儿啊 你就可以在这儿住了 好 谢谢沈大哥 谢谢雪梅姐 谢谢雪梅姐 那 我们这儿就回去了 那我们先进去了 嗯 你们再聊会儿 再聊会儿 不是 班长 二宝 停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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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一定没吃饭 我刚买了一碗面 你啊 趁热吃吧 还真没吃 来 今天真不好意思 让你这么晚还过来 是不是出什么大任务了 对 出任务 怎么样 辛苦你了 韩璐啊 小伟病这么久 你别太劳累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能帮得上忙的 跟我说一声 别一个人扛着 我知道了 小伟这孩子 从小到大就喜欢你 你看 这一病啊 他就吵着闹着要见你 最近小伟在幼儿园 还好吗 挺好的 这孩子也不容易啊 你看你吃饭的样子 你这个人啊 就是不关心自己 吃个饭 没时没点的 这够吗 够了 够了 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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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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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干什么的 快点 给 剪刀书 看一下 好啊 写得真好 刘志斗 有你真好 你恶心不恶心啊 有了你啊 我省了很多麻烦 是 有了你 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了 昨天去医院 小伟什么情况 没什么大事 估计今天就应该出院了 韩璐呢 他怎么样 他在医院里面陪着孩子呢 这几年也辛苦他了 报告 进来 收拾 昨天后来怎么样了 没什么怎么样 那帮新兵蛋子呢 第一次上场打火 没跟你说说什么看法 那个二宝和张志刚还行 特别谦虚 围着我和李队啊 问这问那的 请教打火战术来的 他们两个一贯如此 别人呢 其他就没什么了 还真有点什么 昨天打火的时候啊 他们刚开始分散进攻火点 后来呢 就突然改变战术了 开始利用两支水枪来进攻 那怎么了 这个战术的变化 是丁子龙想出来的 没想到他有这种意识 没这点脑子 还想当什么特种兵 这还让我欣慰一点 你欣慰什么呀 咱俩的黑锅没白背啊 直啊 这 这才到哪儿 我告诉你啊 他们且练呢 你们这样不行 你们这样不行 换我们来 丁子龙 你觉着你自己 指挥的怎么样啊 我还有时间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就此 被安家为看遍 我绝对不会就此 老班长 什么时候来的 干嘛呢 我能干什么 做饭呗 做饭好 我就喜欢做饭 我帮你一块做 不是现殷勤 绝对会好事 咱今天中午吃啥 炸酱面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我问你啊 你这儿 监子龙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我知道 他在我这儿时间不长 你也没打算 让他留在垂直班常干 这孩子 这孩子 是个好苗子 但是呢 这孩子的心胸啊 不够宽广 老是想那些虚头八脑的事 不踏实 那放我这儿 切两天菜 就踏实了 你说太对了 切两天菜 管保他踏实了 这叫调教 当初 你不是这样调教我的吗 别整天有事没事 给我戴高帽子 真的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那一是打算 正式把他 调回战斗班了 好 行啊 挺好 我要谢谢你啊 少来这头 包算包算 不算不算 吃面用的 对对对对 你自己包啊 不我包我包 我去忙点别的啊 好好好你去你去 好好好 准备一下 来 怎么又是这个地方 来过啊 报告里队 是不是又有一个女孩 把钥匙落在屋里了 对 我们走吧 报告 我先去拿个东西 马上回来 没 没人 送去时间 是 这个多少钱 十块 小心点 好 没想成棚 拉紧 是 怎么样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哎 哎 李队 我有个建议 讲 我觉得吧 让成棚上 嘿嘿 为什么 哎 上次成棚抓猫以后 赵老师给他做了几次心理辅导 正好检验一下效果啊 怎么样 你可以吗 我 我试试吧 你过来 哎 哎 哎 上才没见你这样啊 怎么啦 哎 来 起来 哎 这楼顶跟树顶还是有差别的 这效果不到位啊 哎 改天试试我的没事方法 保证你要到病除 再说吧 李队 我今天还是先当支援好吧 别废话 照着更准备 是 来 放 慢点啊 小心 拿住了 放 放 慢慢放啊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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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好 好 好了吗 慢点啊 好 好了 慢点啊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又把自己关门歪了 这不是风把门吹上的吗 我也不知道 好 以后你要出去啊 哪怕就在门口转转 你要把钥匙戴上 像这样被锁在门外 不觉得很狼狈吗 不狼狼狈啊 这不是有你吗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那如果我以后出火警呢 我赶不及过来呢 你就一直坐门口等着呀 那就等着呗 我有什么办法 这个给你 以后你就把钥匙穿在这个上面 早上起来就戴上 晚上睡了再摘 这样就不怕钥匙丢了 这个 是你专门去帮我买的吗 对啊 谢谢 对了 你家里有纸和笔吗 有 在那边 冰箱上 好 好 下次你在出门的时候 就看到这张纸 提醒一下自己是不是带了钥匙 这样就不会被关在门外了 知道了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我送你 不用 没事 我送你吗 这钥匙是你的 你骗我 我忘了 你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吗 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报假警 我完全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像你这种滥用消防警力资源 会让多少需要帮助人在关键的时候得不到帮助 而且你有为我考虑过吗 我这样一次次的从上往下爬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安危 难道你就这么喜欢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吗 在你胸口的温柔 就一路走 你回首 却发现你不在左右 如果你下次再报警 我当然还会来 因为这是我的义务 但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搞恶作剧的话 下次我就不会从上往下爬下来 我会用强拆工具帮你开门 你走 你走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找你 我真是想见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走 你走 你说什么 报告队长 这个周末我想请个假 不准 报告队长 我这个周末有私事 望队长批准 什么私事 安队 这事告诉您就不灵了 您不是经常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军人 一定要有情报意识 跟机要觉悟吗 您就让我神秘回吧 别跟我扯这些 我说了 不行 回头你又给我闯个祸怎么办 不然我求你了 我保证绝对不闯祸 你万一真给我闯祸怎么办 万一闯祸 您就把我流放吹事班 吹事班 真不是你呆的 我不想大家吃坏肚子 不是 安队 您再让我想想 您再让我想想 对你好好想想 我自愿放弃三个月的假期 那不行 那半年 半年 说到做到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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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transcript 看你们的 不听听到 人家的 你 sotto所看 这就是 Educate 我心疼 连反抗 真是可恨的闹 黑暗 冬片我真的有些人 黑暗 不再终也有结果 请收点 别落车 该来的多不少 谁才能给我安心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紧张 但后来你叫我喊出来以后就好多了 恐高的感觉呢 倒是小很多 这回有用 赵老师跟我讲过 他是想用一种催眠的方法 让你摆脱恐高 而我就用强烈的刺激帮你摆脱恐高 看来真的有用 想不到你这玩意真下功夫了 那当然 什么时候变有之青年了 我一直都试试了 我现在要带你突破最后的关卡 打脱你的任督二脉 到时候呢 你就会恨自己没有长一对翅膀了 走吧 还干嘛去 那儿啊 那儿啊 知道吗 没完 这安全吗 就这个地方啊 这翅膀师我跟你讲 太安全了 我跟你讲 没完 那儿啊 那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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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啊 他只是休克了 一会儿就会醒了 哎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 哎 好心做了坏事 你说你小子怎么一下子就昏了过去 我这半年的假期啊 算是没了 什么假期啊 简直是胡闹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都够上军事法庭的了 知道吗 跟自己队友生命开玩笑 你怎么想的啊 家伟 你看怎么办 办吧 这件事情一定要严肃处理 梅远 你怎么想的呀 啊 报告 这陈鹏不是有恐高症吗 我是想帮他治病 没想到 哎 安队 这事是我捅的娄子 那半年假期啊 我也不指望了 您 帮我留放炊事班吧 你还想进炊事班呢你 美的你 从今天开始 全中队的厕所 由你一个人负责 我 我告诉你啊 不许耽误训练 不许出任务 我警告你啊 不许找人来代替 不许耽误训练 让我发现厕所里有一只苍蝇蚊子 我就加你一个月 听明白呀 听明白了 没听见 听明白了 行行行 出去出去 解散 是 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 你说这臭小子啊 从新兵连那会儿 他就没少给咱们捅娄子 这次把成鹏整成这样 我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真要上方接网了 你还笑得出来 平时你这么温文尔雅的 哪来那么大脾气 不是我发火 你说这事 他多让人窝火啊 这是没出事 问一出点什么事 你说 不是说咱们损失一个人才的问题 八中队有责任 是吧 你说成鹏 作为一个大学生兵 在咱们中队发挥了多大作用 那一次在府友医院 你看这 等会儿啊 等会儿 谁跟我说的 别搞三六九等 不是 不说了啊 就此打住 脾气也发了 该罚的也罚了 成鹏怎么样 医生说 基本上 可以出院了 但是 还得继续进行心理治疗 通知赵老师了 我通知了丁子龙和赵老师 已经去医院接成鹏了 行 在那儿 啊 赵老师 你来了 没事吧 成鹏 没事 丁子龙 您会有时间吗 我知道这附近啊 有一个牛排店 味道也好 环境也不错 我请你吃饭啊 庆祝你重返作战第一线 不用了 我等一下还要回中队呢 回去也是吃 是 跟这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 真的不用 你们是来接他的吧 是 我忘了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中队的心理辅导员 赵颖老师 你好 你好 病人现在情况很稳定 只是受到一些惊吓 情绪有些波动 身体上没什么问题 心理上就不是我擅长的了 以后就多拜托你了 放心吧 唐燕 一会儿给病人量一下血压和体温 我跟他们去办手续 可心姐 病人现在出院合适嘛 是不是应该多观察一段时间啊 不用了 病人本来就没什么大碍 丁子龙 我们去办出院手续吧 好 我先走了 谢谢啊 你现在不在垂石班了 没有 只是帮忙而已 帮忙会比出任务还要重要 没道理 在我印象里 安队向来是对视不对人的 你跟安队很熟吗 起码合作了很久 而且以我对安队的了解 他把你调的炊石班肯定有他的道理 你们两个 我会选择相信他 你 听说你还是你们新兵队里的业务尖子 如果我是你们急救项目的主考官 你绝对是不会通过的 你 用力呼喊 不知哭泣 你真的清静 对自己说 不要放弃 你相信自己 这会有真心 如果我们不清晰 你双手提起 就会有真心 就勇敢挥别悲伤的音译 就要让 我们随着世界抚平 将一起打开一个天空 不要再感到以后 漫长的道路 看不见的尽头 我相信 我可以与后点尽